虽然我们一直在关心联准会的升息的逻辑跟升息的动向 但是我们也要再做一些新的论述 不能只是把以前的东西一再的重复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样 有人在扯联准会后腿 有人是谁 美国财政部 联准会要用货币紧缩来压下通膨 让过热的经济能够降温 对吧 对 老师教过我们很多次 可是美国财政部的财政刺激 把总需求撑住 把经济撑住 所以联准会非常困难在这里 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来简单说明 这边是价格 这边是数量 包括就业 包括GDP生产 那个是数量 总供给就是价格走高 我供给会走高 总需求就是价格走高 我的需求会降低 所以总需求是这一条 总供给是这一条 那么一开始疫情来了 有供给紧张 供应链断裂 那个运输都涨价 对不对 好 供给短缺的话 表示总供给向左边移动 供给变少 供给变少的话 那个价格就从P0这里 移到P1这里 价格是上升了 对不对 是 好 那价格上升 这个总生产下降 就业下降的结果 经济不好 大家没有那么多消费 所以要刺激经济 刺激经济是财政刺激 财政刺激是把总需求 推到右边 推高 所以价格就从P1又移到P2 所以整个物价水平就上升了 联准会现在要把财政刺激 把它抵消回去 还要把总需求降下来 才能够把价格从P1推回P0 推到原来的 所以联准会现在是两头作战 他要把财政刺激所造成的 总需求的上升 P1到P2这一段 因为总需求的上升 让价格走高 物价通膨的力道都还在 他必须把财政刺激的效果 用货币紧缩把它抵消回去 抵消回去之后 再来处理供给短缺 造成的价格上升 要把需求再压下来 这样的话 P1才会降到这里 回到P0这个地方 也就是到时候 不惜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 整个过程 本来要看失业率上升 把工资压下来 经济衰退 把实体经济的过热降温 结果现在实体经济还那么热 然后就业市场那么绷紧 就是平均每一个人 就劳动需求超过劳动供给 职缺很多 平均一个人 可以有1.5个到2个 有1.7个1.8个 的工作机会 的职缺让他选 这是过热的 所以这种过热的经济 让失业率居然降到3.4% 充分就业是4% 现在降到3.4% 这么强劲的就业市场 不可能打通膨 所以联准会现在很头痛 重伤老金 他的货币紧说要把财政 刺激抵消回去 还要把供给短缺造成的 物价上涨也要压下来 所以结论就是 联准会的升息 绝对会升过头 会升过头 就是绝对会过度紧说 好意思就是 老师其实现在市场上 已经预估 因为1月份的数据 PPS数据出来之后 其实现在市场预估呢 极有可能终端率率 不止5% 甚至是到5.25% 那市场上有人 略估高一点点 对那老师好像不只看这个数字 你们看中利率的 升息循环的终端 就是终端利率高点 并不需要看这些 并不需要看PMI这些数据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跟你讲 他有一个基本面 他一定要走到那里 现在我们先告诉你说 联准会现在非常为难 因为他在为经济降温的同时 有人在扯他后腿 拼命扯他后腿 所以那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当然要抵消别人的扯后腿 所以他一定 他的紧缩会过头 所以他已经讲 宁可紧缩过度 而不要紧缩不足 一定要让货币政策 有足够的限制性 就是他原文 足够的限制性 所以不要期待联准会的升息 会让华尔街太高兴了 现在我们要了解 基本逻辑 并不需要说 因为今天有PMI数据 下一次有劳工部就业报告 我们回到基本面 就是最根本的地方 联准会所面对的局面 这个是过去从早期 70年代前起 60年代到现在 我们目前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基准利率 就联邦资金利率扣掉CPI 就是实质基准利率 就是说你一个利率扣掉通膨率以后 才是你实际上的利息 拿到了利息 这个是联邦资金利率 所以叫做实质基准利率 那实质基准利率在零以上表示利率比通膨率高 在零以下表示利率低于通膨率 那就是实质基准利率变成是负的利率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看大通膨时代 虽然有升息 但是基准利率掉下来 变成负的实质基准利率 就是基准利率扣掉通膨率 叫做实质基准利率 这个利率是在零以下 是负的 简单讲就是负利率时代 负的实质利率的时代 结果没有办法 最后利率升上来 升到超过 这个利率高于通膨率这么高 这是7.5以上 这个是5.0到7.5 这边是2.5到5.0 然后一直长达10年 这段到9293年的时候 长达10年的时间 利率都高于通膨率 而且幅度还不小 你不把实质利率拉成正的 没办法兑付通膨 那我们目前在这里 我们实质利率付得很厉害 我们现在赶进度 是要拉到回到这个领这条线 而且还要超过 联准会没有直接把这个讯息 讲给金融市场了解 然后金融市场只发现 你升息升很快 我受不了 拜托拜托你放慢 联准会升息的结果 首先的效果就是 公债价格下跌 是 公债价格下跌的结果 马上让很多持有 公债部位的投资人 投资机构有亏损 而且他们 那个公债的操作 都是杠杆操作放大 所以他们现在哀哀叫 要联准会放慢 然后到最后 联准会是考虑到金融稳定 才放慢 不是考虑实体经济的衰退 那所以呢 联准会放慢以后 我们现在他已经讲 他会升息的速度慢 但是终端利率高点 可能会更高 这一次那个2月7号 报我主席 第三次对 那个金融市场泼冷水 说终端利率高点 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还要高 都已经在开始 引导利率入境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到零 现在还是负利率 大概负的百分之二 那一定要拉回正的 然后呢 如果利率超过通膨率 一个百分点也好 两个百分点也好 如果这样子 就能把通膨打下来 已经非常好了 大家看清楚 当年是超过这个7.5 然后很长 好几年的时间 停留在5.0以上 超过百分之五 最后呢 超过百分之2.5到百分之五 到了93年 94年的时候 这个利率接近通膨率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当时的联准会主席 葛林斯潘 担心这样子会触发通膨 才在94年2月到95年2月 12个月之内 升息了 3个百分点12 他担心会有通膨 所以后来拉起来 是这一道 94年那个 那个造成一个名字 叫做债券大屠杀 是 那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教训 就是快速升息 对债券市场的冲击 所以简单讲结论 在高通膨的时代 一定要让利率超过通膨率 这个蓝线要在零以上 我们现在还在零以下 所以联准会升息 完全没得商量 他可以放慢速度 但是高点一定要超过 这个黑线这里零 再来一点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 那个实质基准利率是负的 是这个地方 网路泡沫破掉以后 还有这个地方 就是金融海啸以后 那在这个情况下 负利率是因为 他是对抗通货紧缩 所以他用实质利率 就是这个实质基准利率 是负的来对应 但是这个东西 以这个为例 负得实质利率 是刺激资产泡沫 对吧 然后呢 他后来升息的结果 泡沫破掉 所以才有金融海啸 刺激黄贷风暴 跟金融海啸 这个操作经验 让联主会现在知道教训 不能让这个利率是负的 撑太久 因为会出事情 现在就是在赶快修正 这个实质基准利率是负的 就是利率低于通膨率 这个问题 要赶快修正 所以联主会一定会升息 升到超过利率 超过通膨率 请问现在通膨率多少 以CPI为准的话 现在CPI你刚刚说6.4 对 如果超过两个百分点 是多少 利率要升到8.4 这个有点多吧 会不会老师 不会多啊 基本面在这里啊 就是说 有通膨的时代 利率一定要拉高到 超过通膨率 活生生把通膨打下去 之后还不敢马上降下来 一直到10年后 93年左右的话 才降到利率 降到通膨率 可是又担心通膨 卷土重来 马上又拉起来 造成当年很有名的一个案例 叫债券大屠杀 所以老师 我的疑问是说 也许有可能 CPI这几个月 是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但是 也许过了几个月之后 CPI再往下掉 那到时候联整会 就不用升息升到8%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氏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